跨工作表资料的交换 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两个工作表 那你要怎么样 就是在另外一个工作表 这个叙述 就是在这个range 这个储存格的前面 告诉他说 我不是在同一个工作表 我是在另外一个工作表 在这个工作表里面 你就在前面加一个序词 后面呢 给他一个什么 他的工作表名称 点就可以了 那这个叙述就是表示 他是在另外一个工作表 的哪一个储存格 这样的叙述的话 就会不需要切来切去 要不就是你切过去 切过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那我就判断说 小火名积A2里面 如果不等于空的话 跟正一下 等于空的话 表示说他一笔记录都没有 那我这边多一个变数 R 这个R 用这个R来表示什么呢 我将来要写在第几列 那我如果里面是空的 那我就等于2 反之去侦测 这个工作表的 A1储存格的最下面一列 再把它怎么样 加1 为什么要加1 因为最下面一列 那我要把它写在后面 不就加1 给R OK 好 有了这个 我就知道说哪一个位置之后的话 我在做什么呢 我在做 我要把我现在的储存格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要把我的B2 B2就是这个单号 写到哪里呢 写到小火名积的A栏 所以你可以切到小火名积的A栏 就是单号 有没有 那我把Ctrl Z 这个是单号 订货 订单日期 一之类推 有A到H 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也就是说把前面这一个范围的资料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帮我把它搬到这边来 那怎么样搬过来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 我一样 我现在呢 是停在 小火单这个工作表 那我要把资料搬过去的话 那你会发现 后面 是要搬的来源 前面是要写过去的 有没有 颠倒的范围 所以这个观念有的话 那我就把B2 写到小火名积的A栏 写过来 那写过来的这个动作呢 基本上一样 是跨工作表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前面你 为什么前面没有叙子呢 因为 如果你现在已经在这里了 那你就不用再叙述说 我现在在叙子 点消货单 叙子刮户消货单 点range 如果你写可不可以 那也可以啦 不过好像有点多词一举 就有点像你现在明明在台北市 你现在 我们在中正区吧 你就在中正区就好了 你不会说我在台北市中正区 有点多词一举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把B2 搬过来 有没有 搬到哪里呢 它最下面一列 这个R有没有 就是刚刚的最下面一列 哪一栏呢 A栏 有没有 这样叙述 A到H 把我们一个 罗布尔克 所以你只要把那个 位置记下来 有没有 哪些 你就照着顺序 一个个拍 它就帮你 call过去了 所以这个很简单 做资料的转移 跨两个工作表的资料转移 其实就是这样做的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其实它没有太复杂的东西 就只是说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只要把那个萝卜放在对的坑里面 那就对了 不要放错 它资料就不会错了 OK 好 那资料已经过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把分别 总共有九八个栏位的资料 搬过去之后的话 那你还要再做什么 再来就是把资料清空 那哪些资料清空呢 基本上我需要清空的就是 哪一个 这个 这个先不要清空 这个先留下来 然后呢 需要清空的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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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所以基本上这个清空 这个后面三个都清空了 那所以 撰写程式的话呢 第一个 你会发现 这边有 Range B3 等于什么 等于空的 这个叙述 我想前面也讲过很多次了 然后 1 2 清空 再来 因为 这个清空了 那这个自然就清空了 因为 因为它是 它是跟着它的 所以这个不用 这不用动 所以 这个跟这个 再来 这个是一个范围 所以如果将来是一个范围的清空的话 记得就是在 B7 到 B16 那 前面是等于空字串 这里如果是一个范围清空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叙述 一个方法 叫 点 其实这个不用死背 你可以给它一个范围 再点下去 打一个clear clear的话就是 清除全部 但是我只要清除什么 清除它里面的内容 就有点像按delete 如果像delete键的话 就是clear contents 就是它里面的内容 OK 那一样的方法 这个